30号啊 因为咱们周一周四正常视频更新嘛 但这个视频我处理的时候 其实是在周日啊 这个周一晚上有事来不及弄了 所以提前把之前的一些素材啊 这个没有作为一个合集 哎呦这玩意怎么像 像一小碗红糖似的就出来了啊 今天这个消对相为 相对特殊一点啊 上古时的丹指流 这个以前只是在 零零散散的时候碰到了会提一句 因为不是特别多啊 这个跟传统的咱们的丁临双色也好啊 外道丹指流也好 嗯并不是特别多比较少 今年好像只有几例吧 我印象啊 今年好像特别少 嗯这个上古时丹指流 它属于中尔丹指流的一个部分啊 比较特殊啊 多数中尔丹指流通过外道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啊 看基本上都看不到 因为有骨膜和外道的骨骼所阻挡啊 一般是看不到 但是这个上古时丹指流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啊 它呢把中尔的一部分的骨骼破坏了啊 包括骨膜都破坏了 然后能够漏在外道漏一部分 有一些呢啊 像这个病例基本上同外道基本就拿光了 呃这个病例术后的话 CT 哎不是不是术后啊 这个我操作完以后 通过CT的这种扫描啊 它中尔里已经没有残余了 这是在中尔胆指流当中最为比较轻微的啊 呃很轻微 所以这个中尔胆指流啊 这个轻种差异非常大 严重的呢 那就非常麻烦了 包扰着天骨啊 包扰着面神经 甚至把呃我们的脑板啊 这个呃侧炉底的这种脑板破坏啊 竟和脑组织贴在一块的 这种非常麻烦 那个手术需要做呃切口 不是说做皮肤的切口 它是要做骨骼的切口啊 这人是双侧的啊 这个这边也有一点 这边很轻很小 一个小范围的 呃内侧大一点啊 上古屎的这种弹指流 因为吐到外耳道 所以说刚开始猛一看呢 会很容易和叮咛双色 呃混淆 我见过好多这种病例 我说的是这么多年啊 不是说今年一年 这个就包括是我刚开始处理 你想我拿耳雷镜 像遇到这种病例 那第一反应 不就是个叮咛双色吗 但是可能质地稍微硬一点 后来发现呃 做的时间长了 这个 单指流啊 这个不管是巴尔道单指流也好啊 上古屎的这种中尔单指流也好 它的这种质地 和普通的叮咛都不一样 还是有区别的啊 像这个病例在清理的时候呢 刚开始也是按照呃 这个叮咛双色处理啊 那再只是在清理往外拿大部分拿出来以后才发现 又这个病例不多呀 这个明显的是有呃中尔的这种骨质的破坏啊 因为我们普通的叮咛双色就不用说了 这个清理完外耳刀啊 骨膜肯定都是正常的啊 有一部分外耳刀单指流 外耳刀的骨壁有破坏啊 骨膜甚至个别的有穿孔 这个一直清理到这儿啊 都还考虑是外耳刀啊 中这个普通叮咛双色 但是往后一看啊 这个上骨石外则壁 这个破坏比较重啊 这个天骨都漏在这儿了 这种呢 呃 再往后的处理啊 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CT扫描里边没有残存的单指流组织了 可以维持现状 不动它 当然我们呃 有一些医生呢 认为应该把这个封闭 这个从不同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吧 封闭有封闭的好处啊 封闭以后这个中耳跟外界还是断开了啊 那样的话 如果有水啊 有什么东西进入以后 它有个阻挡的作用 但是呢 封闭有一个缺点啊 这个一旦封闭以后 呃 这个里边将来如果再有 嗯 单指流出现 因为这个是很难绝对保证的 它如果再有单指流组织出现的话 你从过外耳道是没有办法去清理的 封闭的难度并不大 因为这个上故事单指流 它的缺损面积相对较小啊 可以通过我们 嗯 耳廓的软骨啊 把这个空间架起来啊 就相当于怎么说呢 你家里这个天花板缺了一块啊 缺了一块 二楼从顶上能看到你家这个洞 那么嗯 重新找别的地儿 找砖 把这个洞补上 大致就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修补咱们 呃 身体上的缺损啊 那肯定要用自体的这种组织啊 呃 用其他的一体的话 像这个位置不太值当的 你缺损面积很小 不管你是用什么固水泥也好 用这个啊 钛的这种材料也好 确实因为那个本身材料也比较贵啊 而且一般这种没有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啊 特别是这种钛的 钛板啊 很少这种特别小的这种 一拆可能就要拆一个大板子 那整个就就浪费了 他一般就用字体的组织 呃 有的医生是用这个耳平 耳阔的这种软骨啊 有的是从耳后这个乳突躯 骨骼的地方啊 找一块骨片啊 我的师傅呢 就是愿意用这个骨片啊 去修补这个缺损 这个修补完从形态上也会好看一点啊 当然如果说CTS扫描以后啊 里边还有残存的比较多的单脂瘤组织 那肯定是要手术的啊 因为这个中耳的区域呃 耳内镜能够操作的范围有限啊 在中耳区域是耳内镜的一个弱势区域 那么还是要切开以后 通过这个显微镜操作啊 在万尔道啊 中古史这个区域 这绝对是耳内镜的强势区域 在这个方面 显微镜是没有优势 这里边肯定有参与 这个直接这个耳内镜就看到了 这个后续呢 CT也证实里边还有 那这种就需要做这种啊 中耳显微的 切开手术啊 整个把后面的骨骼切开清扫 这个听骨可能也得换 因为后续我就没有再往下 就是介绍到其他的医生做啊 这些年 慢慢这个中耳手术做的少了 之前几年做过 中耳手术消耗的精力太大 那风险也高啊 这个也是啊 这是一个我们有点叫自然根治啊 这个上古史的破坏呢 有的像刚才呢 有的破坏的比较的轻 那么缺损少 股的重 胆脂瘤组织啊 很多自然没有办法出来 就卡在那口那 或者是只漏了一个尖 而这个病例呢 上古史 基本上完全暴露出来 因为做中耳手术还有一种手术方式 就是直接从外耳道进去 用电钻 把这个后边这个骨头啊 削开一块 就形成这种啊 像这种 这个 有时候手术也能做出这种样子来 就电钻打进去以后也可以 但这个病例问了病史 就从来没做过手术 就之前我说过啊 有一少部分的胆脂瘤发展的比较的善良 他没有破坏我们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部位 没有破坏神经啊 没有破坏 没有破坏面神经 没有破坏脑组 但听力都肯定都是要受影响的 这个跑不了的啊 听力无非就是影响的轻重啊 但是有一部分呢 呃 仅仅是把这个骨骼破了个洞 然后自己找了个出路给自己出 弄自己给解决了 我们就叫自然根治 自我了断吧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手术要做成现在这个外观 还不是很容易呢 因为空间狭窄啊 这个地儿非常窄 这是一毫米的范围之内啊 即便就是你耳雷镜 呃和电钻很难配合操作 这不安全啊 我们有些高手可以 在耳雷镜下配合电钻啊 我见过他们手术视频 那难度不大比较大 不是说那个手术风险 主要这器械也比较危险 因为那个我们的耳科电钻 一分钟一分钟几万转的 这种耳科的这种电钻啊 呃稍微蹭一下这个内镜 这一支内镜要上千啊 蹭一下内镜就报废了 一般是在显微镜下使用电钻 即便是在显微镜下啊 这个空间也是范围是很有限的 这个病例当时我感觉我清理的时候啊 有点呃不太想尽快结束啊 有点磨叽 我现在回头看 因为没什么东西来散碎的碎片 但当时就觉得一个自然形成的这么一个呃窗面 这个真的就是像手术以后造成的 因为之前几年我也做过这种手术啊 有些病例做完了就是这种样子 以后定期再清理 这个病例呃 CT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在保留了文件的时候 上面有一些备注啊 像前面那个病例肯定是有 这个中尔里边还是有残余的啊 这个好像基本上就完全清光了啊 一个中尔胆质瘤的自然根治啊 这个比较容易漏啊 之前还见到我们这行有一个 机资历非常高的这个大佬啊 看过的一个病人 那病人后来就在我这看 大佬当时就说这这有一块叮咛啊 你找地儿冲洗去吧 后来我把那块东西拿下来以后啊 一看底下一个大坑 上乎使得胆着流啊 这个跟这个器械操作设备有关啊 因为如果没有内静的话 单靠医生的这个肉眼啊 是受很大的这个影响 好 今天的这个咱们视频就播放到这啊 这种比较少 好